Consumer Report 让你成为生活大赢家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听消费者指南节目 我是柯南 购买床垫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工作了 很难你进行挑选 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床垫类别 叫做混合床垫 也就是Hybrid Mattress 那么在过去的几年里 这个类别的床垫是越来越受欢迎 那么很多最初设计为弹簧床垫 就是这种Innerspring的这种床垫 现在都被称作叫做混合床垫 那么也有很多其他的床垫的品牌 在它现有的产品线当中 增加了一到两款这种混合型的床垫 混合型的床垫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部分是弹簧床垫 另外一部分是泡沫 或者说是海绵床垫 据商家称 它是能够提供这两种结构的这样的一个 都有的这样的一个优点 就是泡沫 或者说海绵所带来的这种舒适性 以及弹簧所带来的支撑性以及弹性 那么对于无法在这两种床垫做出选择 做出决定的人来说 那么这种混合床垫 理论上就像是一个救命稻草一样 你就闭着眼买就完事了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过 就会发觉事情往往都没有这么简单 那么在混合床垫 它的构造方面 它里边的弹簧和泡沫的比例 是没有行业标准的 也就是说是完全取决于制造商 也就是说床垫是否被叫做混合床垫 其实完全是由制造商他们来确定的 那么根据专业的评测来看的话 如果里面只要是有一点点的海面 或者是弹簧的话 它们都可以被称作为混合床垫 例如是Casper这个牌子 它的Casper Original Hybrid 这样的一个混合型床垫 它的顶部有一层聚氨纸的泡沫 和一层记忆海面 总共加在一起 大概有3.3英寸厚 那么在它的下面 是一个6.1英寸高的 这样的一个弹簧层 那么这个其实是绝大多数的 这种消费者会期望 在一个混合型床垫里面所看到的结构 就是说底部是一个比较厚的弹簧层 然后上面有一个相对薄一点的海绵层 这样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混合型床垫 它里面的结构都是一样的 比方说另外一款床垫 是叫Therapeutic这个牌子的 Therapeutic Agility Hybrid 也是一款混合床垫 那么它的里面的弹簧的厚度 只有大约1.5英寸高 而且它在弹簧的顶部 大概有1英寸的这样的一个乳胶垫 乳胶层 然后在弹簧的下面 有大约8英寸厚的两层的聚氨质的海绵 其实这个床垫它的主体就是一个海绵床垫 它只是里面短短的有一层弹簧在里面 那么根据专家的说法 你如果去在市面上挑选这种混合床垫的话 你可能会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这样的构造 里面的海绵和弹簧的比例 也是各种各样的都不尽相同 那么这样的话 你很难说其中的一个构造会比其他的另一个好 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找到一个弹簧比较重的海绵 那么这种海绵的话 它可能弹性很好 然后它支撑性很好 但是你不太容易睡在上面不觉得非常的舒服 因为它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贴合你身体的曲线 因为它里面海绵是比较薄的 或者你会找到一个海绵位比较大 或者说海绵层比较厚的这种床垫 它睡上去的话就有非常大的这种快速的沉浸的这种感觉 能够很好的包覆你的身体 但是弹性就不足 也没有很好的支撑度 是因为它里面的弹簧会比较短一些 所以简而言之 我们说的混合床垫 或者说商家用混合床垫 用Hybrid这样的一个术语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营销术语 而且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这样的营销术语 根据全球市场的研究公司来表示 到2028年混合床垫的市场预计 将增长到18.3亿美元 这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道理在里面 因为混合这样的一个词 其实大家就非常的买它的账 因为我们知道汽车也是有Hybrid Car 对于我们甚至现在连我们的工作模式里面 都有这样的混合办公 Hybrid Work 所以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 混合这个词就显得特别有吸引力 尤其是那种选不好 到底是要买海绵床垫 或者说去买还是买弹簧床垫的话 其实看到混合的词 他可能就觉得这个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但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去想一下的话 在没有出现混合床垫之前 如果我们是去买一个弹簧床垫的话 它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海绵层在里面的 其实它的内部构造 跟现在的市面上卖的一些这种混合床垫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说因为它现在被冠上了混合这个词 导致很多消费者认为它是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商品 但事实上它跟很多弹簧床垫里面的构造 是非常类似或者说非常接近的 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 这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如果真的你去睡几款不同的 这个混合性床垫 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它是偏泡沫的 有一些它是偏弹簧的 那么它给我们带来的睡觉时候的 躺台上面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 其实也不用感到太困惑 因为合适的床垫只需要它在舒适性 以及支撑度上面能取到一个平衡 让我们感觉躺台上面睡着舒服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只要去亲自的去试睡一款 然后试到满意的床垫为止 就能够找到合适我们的那一款了 这个方法不仅仅适用于去购买这种混合型的 hybrid的这种床垫 其实你买任何的床垫 就算是纯弹簧的 或者说纯海绵的 都是可以的 如果说我们要去购买混合型床垫的话 我们可能需要去了解一下 首先一般来说 一个床垫的使用寿命 大概是在8到10年 那么作为混合型床垫的话 其实也是如此 超过8到10年之后 它一般来说是会下限一些 会有不同程度的这种下限 或者是变软 第二个有一些消费者会有的一个疑问 就是这种混合型床垫 它的价格售价会不会偏高一些 那么混合型的这种弹簧的床垫 与这种非混合型的弹簧床垫的价格 其实差别的并不是特别的大 不管是哪个类型的床垫 就算是纯海绵 或者是纯弹簧的床垫 它其实都是有不同的价位的 混合型的床垫也是如此 不管你是想要找这种中档价位 或者说更加高档一点 或者说比较清零的价格 其实都可以找得到 这里可以提醒一点的 如果说你本身拥有的是一个这种弹簧床垫 然后你想要让它变得更柔软 或者说睡起来更舒服一点的话 其实可以不用急着去换这种混合型床垫 而是直接买一个matrix topper 这样的话会给你的弹簧床垫的上面加上一层缓冲 睡起来会更加的舒服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